你好 欢迎收看4月25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花联县在全体泄民共同努力下 目前是维持零确诊 而现场学中卫担心偏乡长者取得口罩不方便 特别提出了抗新冠我叫你的活动 而花联县卫生局也邀请到数十位教会志工说明防疫重要性 结合名利扩大参与 共同为花联偏乡防疫来贡献心力 现场学中卫表示 防疫系统长期作战 丝毫不容马虎 偏地区乡亲及长者领取口罩不易 又不一定能透过网络订购获取 对此县服相当重视 尤其在防疫期间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亦与疏远 期盼能透过教会志工 释出温暖的爱与关怀给偏乡的长者们 我们花联县政府为了偏乡 还有山区海边的老大人 我们希望将口罩送到 我们偏乡的老大人的手上 让他们能健康无忧 所以花联县政府和我们的教会 共同合作 做了抗新冠我照你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是将我们花联县 86个文件站 还有试字据点 结合起来 然后透过我们的教会 的力量一起 把我们的口罩 能送到我们的文件站 还有试字站的老大人 那因为随着疫情的高涨 而各个公共场所 即便还有学校以及文件站 关怀据点 甚至很多的研习中心 都要戴口罩 强制戴口罩 所以口罩的需求量也就越来越大 所以花联县政府正为一直希望 第一个透过这个和我们线上的订购预购的部分 另外在特约药局还有卫生所在做巡回医疗的时候 我们都透过各个方式 希望大家善用购买口罩的特别的所有的方式 让我们每一个人自我保健 以及让我们每个人把自己观照好 更是安护其他的人 让我们疫情能够减低减缓 让这个全球的疫情也都能赶快控制住 让经济赶快复苏 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 抗疫没有局外人 我们大家一起来 许中文表示 感谢各个卫生所主任 透过巡回医疗推动到各村里 增加口罩购买的便利性 目前领取口罩管道多元化 民众不仅可以两周到药局 以及卫生所领取14片口罩 年轻人也可以利用网络预购的方式 购买口罩给家中长辈 许中文表示 疫情尚未消退 提醒民众进入各个公共场所 学校文件站 关怀祭典以及沿洗中心等等 必须要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自主管理 希望民众能够携手同心 抗疫没有局外人 全民一起来 期盼全球疫情能够早日控制 经济复苏 台湾会更好 记得继续欢迎收视频道